大家好,前两天家里的洗碗机坏掉了 所以正好出一期视频来讲一讲怎么拆解旧的洗碗机和安装新的洗碗机 旧的洗碗机是Matech的牌子 通过产品序列号,你可以上网收到家电的生产年份 所以我查了一下,这个洗碗机是2000年5月份生产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用了21年了 质量是真的不错,操场服役 旧的洗碗机的问题是按下启动以后没有任何声响 表明马达或者电路控制板损坏 我打开面板以后发现电路板上有烧焦的痕迹 说明至少电路板有问题了 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因为产品太老,配件已经断货 厂家都不生产了,所以果断放弃修理 直奔Home Depot 店里的售货员说网上的产品更多 但是如果要在Home Depot网上买的话 要两到三周才能送到 所以就不用挑了,直接拿了一个现货回家 因为洗碗机这种东西吧,肯定是要天天用的 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根据你的需要呢,顺便把洗碗机的配件也一起买一下 不清楚要买什么的呢,可以问一问店里的销售员 买回来新的就开始拆旧的 打开洗碗机,墙盖来观察一下 上面有两个螺丝固定在顶上的那个横幕条上 是用来固定这个洗碗机的机身的 然后贴近地面是电机面板 上下各有两个螺丝 松开这四个螺丝呢就可以打开面板 你就可以看见里面的电机 进水管以及电源线等一些组件 为了方便拆卸,我把这个洗碗机的面板也拆掉了 洗碗机背后一般是连着三条管道 包括电源线和进出水管 因为旧的洗碗机用的是铜管作为进水管 铜管呢是比较硬的 不像现在常用的塑料管呢作为进水管 所以我想先移出这根铜管 观察之后呢我发现铜管连接口已经生锈了 非常难以松动 而且空间比较狭小 没办法使用这个扳手 所以我就决定直接把这个铜管切掉 用专门切铜管的工具 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切记 移出水管之前呢要关闭进水阀门 一般洗碗机的进水用的是热水 是在厨房水槽下方的热水管道 有一个三通阀门 关闭阀门呢可以同时关闭热水龙头和洗碗机进水 为了把洗碗机拿出来 需要把洗碗机两只前脚的高度要降低 因为地砖挡在洗碗机的前面 不把这个洗碗机高度降下来是搬不出来的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我当时没有合适的工具呢 只能用尖嘴钳和搬手 一点一点拧那个前脚螺丝 而且因为空间狭小呢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拧螺丝呢都是右手螺旋规则 顺势针方向使得螺钉向上旋径 使洗碗机的前脚变矮 两只前脚的高度就都降低以后呢 这是会看见这个洗碗机机身顶部要矮一些了 不再紧贴的这个 和橱柜台面下的木头横凉了 所以我又继续拧前脚螺丝 直到洗碗机的机身完全降下来 然后我把洗碗机两侧和顶部的贴边也拆下来 然后我就把洗碗机一点一点的搬出来了 因为它里面还有残留的水 所以我需要一个盆来接着它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三根管道 一个是电源 污水出水管就是这个黑管 它的出水一端呢是连接到厨房垃圾搅水机的那个侧面 所以我把这一端呢从搅水机上拆下来 把它从橱柜侧面的那个小洞里拉出来 因为电机不工作 所以这个洗碗机里还有很多残留的水 铜管的一端呢被我切断了 另外一端从之前提到的这个三通阀上用搬手拆下来 然后把电源线拆掉 洗碗机是不带电源线的要单独买 所以我把旧的拆掉待会用在新的洗碗机上 拆的时候呢把那个固定电源线的金属头也拆下来 一般电源线的接口就在洗碗机底部 电机附近 观察一下就能找到 最后我把洗碗机拉出来放倒 把污水出水管从洗碗机一端也拆掉了 这样的旧的洗碗机就可以移走了 新的洗碗机是Wallpool的产品呢 打开包装呢是从纸盒下发 沿着虚线呢切割一圈就可以将纸盒呢从顶部拿走 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保温店 打开机箱 打开洗碗机门呢可以找到手册一些零件和一根白色的这个污水出水管 我另外还买了一根新的进水软管机器配件是一套的啊 它有几个不同的转接头用于不同尺寸的水管 把新洗碗机啊放倒打开底部面板 然后先把进水管接好 进水管的接口一般都是蓝色的印输料很醒目一眼就能找到 把这个黄筒转接头呢用手拧紧以后呢用钳子再拧半圈 然后把进水软管也拧上用手拧紧以后呢用钳子再拧紧 这两个部件的密封呢都是靠里面的橡胶垫 所以也不要拧的太死 然后我把污水出水管的一端呢也接在这个洗碗机侧面的出水口上 注意正确使用夹具 使用这种弹簧夹呢要注意安装位置也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所以啊我都是戴手套操作 然后我开始安装电源线 新洗碗机的电源盒位于洗碗机底部靠右边的位置 盒子右侧呢有一颗螺丝啊需要用梅花螺丝刀才能拧开 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黑色火线白色零线和一个绿色的螺钉用来连接地线 然后就可以进行电源线连接了 先把电线穿过那个固定电线的金属头 然后从那个盒子上的小洞穿进来 把电线夹在金属头上 把金属头固定在电源盒上 拿出开盒子 twentary料盒 这就是装好以后的样子 然后把地线拧上 然后火线对火线 零线对零线 把金属丝相互缠绕 用黄色的塑料保护器拧紧 都是右锁螺旋规则 然后把地线拧起来 弄好以后 把金属盒子安装好就可以了 最后把底部面板装上 然后我还安装了防水层 在吸烟机左侧的橱柜上 原来这边应该是有过漏水 所以有一点发霉的痕迹 我用了4毫米厚的塑料布 这种专门有卖的 叫Moisture Vipper Barrier 新的管道也从小洞里穿过 然后把洗碗机立正 开始调整前后脚的高度 然后把保温垫先粘到洗碗机上 再把机身推进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按照安装手册 安装顶部的固定器 这两个固定器一端固定在机身上端的金属边框 然后用螺丝穿过这几个小孔 顶到顶部的木头横梁 就把机身固定住了 然后把白色污水管的这一端连到厨房水槽下面的垃圾搅拌器的侧面连接口 然后把进水软管一端连到这个热水管那个三通阀上啊 因为空间狭小没办法录像啊 只有照片看一下 需要的话呢 洗碗机的水平位置还可以通过两个前脚再微调一下 这样的话呢就安装好了 打开进水阀门 插上电源 去除前面板的最后一层保护膜 就可以装碗开启了 最后一点 出于美观考虑 洗碗机两边的缝隙呢 还需要用贴面板盖住 好了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收看 好吗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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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